美國彭博社8月24號報導 中國體育用品製造商特步集團董事長丁水波透露 中國運動服品牌生產線 目前有四分之一處於閒置狀態 因為貿易戰迫使全球最大體育品牌 離開中國的工廠 將採購轉移到其他國家 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運動服生產界 隨著貿易戰不斷升級 從跨國電腦科技公司微軟 到自行車生產商吉安特 全球企業正在不斷從中國搬離 美國總統川普週一在法國舉行的 七國集團峰會新聞發布會上談到了這一點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中國的供應鏈一旦崩壞 的確不可逆轉 這個確實是不可逆轉的 因為一旦這個工廠你說它決定把這個企業設備 從中國移出來轉到其他國家去 不是說說回來就回來的事情 貿易戰現在馬上就停掉 這個通貨也不會回來 因為即使貿易戰停了中國的通貨膨脹的問題 環境惡化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 沒有這個法治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不會馬上解釋 美國UCLA漢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余偉雄表示 如果中共不儘快和美國達成協議 對供應鏈的損害覆水難收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周一表示 願意冷靜態度與美方磋商合作解決問題 川普對此表示贊同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周一表示 謝田認為中共當局並非不知道中國產業鏈 的危機因為中共中央財經委員 在8月26號舉行第五次會議 研究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 區域經濟布局和發揮優勢 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 不過和劉鶴尋求冷靜磋商的態度相反 中共外交部和黨媒連續抨擊美國 釋放出強硬信息 黨媒《人民日報》星期二 又就美中貿易戰發表措辭強硬的評論 強調必要時不得不打 余偉雄表示當初西方國家將中國融入世界多邊貿易體制 是希望能夠促進中國變成自由、法治的國家 目前西方已經對此不抱希望 而中共繼續採取強硬態度 不僅會傷害中國的經濟 還很可能導致一場新的冷戰